你怎麼看今天中央拍板這個三劑快篩陰性免隔的措施 擴及一般民眾就是所謂的零加七 那有什麼配套應該同時上入 尤其所謂的三劑 會不會在在尤其在地方單位要去驗證的時候 會不會有一點難驗證所有人都是否真的有打過三劑 不管三加四或零加七在執行上都有困難 為什麼這樣 確診者他自己寫口供你知道 說誰是跟他密切接觸者 過去是密切接觸者在三加四 但是這樣 確診者要自己上去填 他如果不上去填那你也沒他辦法 他上去填了 我們在按照他提供的資料再去 過去還在找人再去處理三加四 那現在變成零加七 可是零加七就是說 那個確診者要自己填說 他現在的密切接觸者誰是沒有打疫苗誰是有打疫苗 沒有打疫苗的三加四 有打滿疫苗的零加七 坦白講系統都非常困難 所以簡單的講 今天這件事情就是這樣 明著講 要輸出國民的道德 你是確診者 就拜託你乖乖在家裡 七天 不要亂跑 最起碼七天 你是確診者的密切接觸者 一樣 憑良心 你要是 你要是覺得說 當然是這樣 打過三季也不是說他就不會感染人 密切接觸者就是這樣 有錢的 就每天做一次快篩 又出門前做一次 你說這個快篩一再兩百塊 好吧最起碼不然兩天做一次 他說這也要很麻煩 最起碼有沒有 你有症狀你要做 你被有症狀然後又趴趴走 到處傳染人家 所以這件事情 明白的講 我覺得這件事情不管是三加四零加七 在現階段 執行上都有困難 為什麼 當確診者是六萬人的時候 這沒辦法再去做疫調 所以這件事情就是 我們就訴諸國民的道德 訴諸國民的素質 確診者拜託你就乖乖在家裡七天 你這個確診者一定會跟你的密切接觸者好歹通知一下 通知一下那些人就自己看著辦 最起碼最起碼 你在七天之內口罩戴好 不要去外面跟人家吃東西 那種聚餐什麼的 要有良心 然後是這樣 你要是有一點怪怪的有症狀拜託你做快篩 真的感染你就趕快把讓自己回去休息不要再傳染別人 都這樣 所以結論是這樣 不管三加四零加七 在現階段執行 都要靠國民的道德 素質來執行 因為如果要靠政府的公權力去執行 在現階段有困難 但是我們會找到 就是有種人的救援